我們掌聲 熱烈的掌聲 邀請我們的林市長來給我們介紹我們基隆的水產 我們市總的家中 掌聲歡迎 市長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市長好 上課好像都需要一個小小的助教 所以我請一位陳文青總幹事來擋我們今天等出獎好不好 好 謝謝你們 歡迎大家 掌聲鼓勵 各位同學 剛剛老師有教大家的就是我們基隆市有四種盛產四種蝦子 是哪四種啊 來 鮮蝦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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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最喜歡吃哪一種 鮮蝦 鮮蝦 好嗎 鮮蝦 還有呢 鮮蝦 還有呢 我每一種都要吃 奇怪 你們都還沒有吃怎麼知道啊 最肥的 來 那我 討你們剛剛老師沒有教的 可是說實在 市長也不曉得 來 要問那個小助教才知道 你看喔 這個是什麼蝦 鮮蝦 鮮蝦 對不對 不錯 但是 大家剛剛都有用功上課 那這個咧 鮮蝦 答錯了 大口蝦 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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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第三名 你看 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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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猜猜猜看 這四種蝦子 最貴的是哪一種 鮮蝦蝦 鮮蝦 也是因為都比較大 比較貴 我們問問大家有沒有答對 答對了 大泥蝦最貴 如果你用了一隻大泥蝦 鮮蝦 Nuke自己掌聲 鮮蝦 第二位是哪一種? 賤蝦 賤蝦 賤蝦的比較多 賤蝦 賤蝦 說煙子蝦的舉手 請問我剛剛怎麼聽到一堆賤蝦 通通倒戈煙子蝦 賤蝦比較貴的舉手 那你們知不知道蝦子怎麼剝蝦? 先把蝦子剝蝦 先剝蝦 先剝蝦 我請我們的小助教剝蝦給他打 他很厲害喔 超級無敵厲害 他超級會剝蝦 幾秒剝喔 來 掌聲給小助教主力一下 我們今天示範大頭香 大概大頭香剝的時候 這樣剝下來 這裡面有膏喔 這是真的 而且你煮了之後 這個就可以吃 然後再把你吃完 你這個吸完 你再把這個盤剝掉 然後再從身體中間剝下 然後你吃這邊的時候 這邊一壓 這邊就出來了 你尾巴一壓下去 你一拉 他就出來了 哇 這下你有沒有很厲害 有 厲害 你們齁 大家一定要學會 用很優雅的姿勢吃下 為什麼呢 這樣子齁 可以用很優雅 因為這樣子 你出去就可以講說 欸 我吃雞肉 那什麼 會吃下去 我會哭啊 那一輩子 啊 因為我的蝦子比較小隻 好小隻喔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大家喜歡國家因為前台灣省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什麼蝦都有 而且都是最好吃的 都是來自大海天然的 沒有烏蘭的蝦 以後人家問說 基隆有沒有什麼特產 為什麼 因為以前像 我們比較沒有介紹 給大家知道 像這麼大的 大米蝦有沒有 人家都說 什麼澎湖大米蝦 結果通通都是錯的 其實是基隆產的大米蝦 或是名稱被人家拿去用 你看 這個人 你怎麼都要撥 我們請那個總幹事後 撥菸之蝦給大家看好不好 好 這淹漬下 在水深 350米到400米 等一下要考試喔 等一下要考試喔 因為它顏色很深 因為它沒有見到陽光 一般的蝦子顏色大概都比較淺 不是這種顏色 它顏色很深 因為它在水深 大概400米左右 見不到陽光了 所以它顏色比較深 這淹漬下比較適合的是生殖 那你可以吃給我們看嗎 可以啊 可以看我這邊齁 喔喔喔喔喔 oh 喔~~ 把這個,高吃完了 這把水頭剝掉 好,下去啦 喔~~ 好,要考試喔,要考試喔 我們大家幫他好 醃製下的話,生死比較好吃 那比較好 對,壽司也可以 因為我們醃製蝦大家說是生死物 可是它保存的溫度要很好 不能溫度最明顯 太暖的話就不好 考一個生物的營餅 剛剛小豬教有講啊 醃製蝦在水深幾米 來 那妳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它會是紅色 那見不到陽光 那就隨便顏色就好了啊 為什麼它是紅色 因為有些看 顏色會變變變變 鼓掌一下 這個以後 以後會得諾貝爾獎 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喔 因為紅色 在水深很深的地方呢 就只有哪種紅色 一個就是黑色 一個是紅色 因為在那麼深的地方 紅色就差不多都很黑色 完全被那個吸收這樣 被看不見 所以它紅色等於在那個水深的時候 等於是比起很高 但是 要抓它的這個 烈食者啊 就看不到它 黑漫漫的一點 很厲害 很厲害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有偷偷搬那個 改革店 有 有 有 好 各位同學 那個 剛剛老師有介紹 吃蝦子是很營養的 然後第二個 我們是基隆人 所以要清楚說 基隆有這麼多好吃的 這個海產 這麼多好吃的蝦子 而且特別的是 全台灣產量 蝦子產量最多的一個縣市 就是 基隆 就是哪裡 基隆 來到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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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